天高海阔 张修杰 那么再来就是美中关系 美国恐怕为下一轮制裁中国 已经准备好了理由和依据 那么为什么修杰会做出这两个判断呢 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最新的进展 从这个表面上来看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 好像还是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现在因为媒体的一边倒 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乌克兰如何袭击俄罗斯的坦克 装甲车 俄罗斯的战俘 透露一些俄罗斯内部的信息等等 反正都是对乌克兰有利的消息 这一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存在着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区域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 看到都是俄罗斯军队高歌猛进 节节胜利 然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而在中国以外的媒体上 我们大概都是看到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举步维艰 完全没有办法取得任何成果 而他们的损失越来越大 反正现在我们看这个俄乌战争 我们只能从大的局势来看 看有什么变化 那么为什么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没有任何进展呢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个指标 俄罗斯军队还是没有办法 占领乌克兰一些重要的城市 那么虽然这些城市大多数被包围 但是除了南部城市的赫尔松之外 其他的大城市都在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 而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还能在基辅城内到处跑 按道理说 基辅已经被俄军重重包围 俄罗斯也掌握了空中的优势 那么泽连斯基如果到处跑的话 应该说危险程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昨天又到了一个收治乌克兰伤兵的医院 在这个镜头当中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虽然满脸胡子 虽然好像身上穿的衣服也很随便 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泽连斯基可以说是神采飞扬 他的跟商兵交谈过程当中 看到他还是十分乐观的 但是反过来看 最近在媒体上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普京了 现在大家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普京的镜头照片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的一些影像跟照片 那么普京现在到底在哪里 普京为什么没有公开出席活动呢 这令到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有很多猜测 不过猜测归猜测 我们还是不能认为这些猜测就是事实 反正现在普京没有露面 而这个泽连斯基在基辅城内到处跑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人的表现 也看出俄罗斯军队确实在乌克兰的战事当中 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 除了泽连斯基还能到处跑之外 现在居然有国家领导人到基辅去进行访问 这才是最令大家惊奇的新闻 根据媒体的报道 波兰总理 捷克总理 还有斯洛文亚的总理 三国领导人到乌克兰进行了访问 跟这个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会谈的内容居然是如何援助乌克兰这场战争 并且在战后如何帮助乌克兰重建 我们从这三个国家的总理 现在还能坐火车跑到基辅就可以看到 虽然说俄军表面上重重包围基辅 但是基辅对外界的联系 还是有十分畅通的通道 而这三国领导人居然感冒着战火的危险 到基辅去访问 除了令我们佩服之外 这说明欧洲很多国家 对这场战争未来的发展 似乎已经他们看到了一些端倪 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判断 不然的话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不但不会访问基辅 并且也不会跟总统泽连斯基 谈这么多什么战后重建的问题 那么另外有意思的是 这三个国家的总理去访问基辅之前 波兰总理告诉媒体说 这次访问他们三个是代表欧洲理事会去访问的 但是这个言论出来之后 欧洲理事会的官员马上出来澄清说 这次访问并没有得到欧盟的授权 只不过是这三国总理自行决定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授权呢 不知道 这三国总理所说的是 他们曾经告诉过欧盟理事会现任的主席米歇尔 米歇尔呢 对他们这个访问表达了安全上的忧虑 但是米歇尔最起码没有反对这三个国家领导人 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说的是 这三国领导人访问基辅 可以代表这三个国家的外交态度 但是他能不能代表欧盟的外交态度呢 未必 一位这个欧盟的官员说 这三个国家的总理去访问乌克兰 其实欧盟内部没有讨论过 这说明欧盟跟北约一样 还是不想过多的卷入这场战争 那么再往呢 就是俄罗斯决定退出欧洲委员会 这个俄罗斯退出欧洲委员会啊 令到很多人觉得非常迷惑 这个俄罗斯不是还没有成为欧盟的议员吗 那么他为什么退出欧盟委员会呢 这个欧盟委员会跟这个欧洲理事会 还有欧盟理事会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 这三个机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呢 那么其实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欧洲委员会其实跟这个欧洲理事会 欧盟理事会完全是两回事 欧洲理事会以及这个欧盟理事会啊 它都是欧盟架构内的一个组织 但是呢欧洲委员会并不是 其实欧洲委员会成立的时间 要比欧盟早得多 在1949年5月的时候 那么就已经成立了欧洲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虽然是个多边组织 但是它的宗旨啊 是着重于保护欧洲的这个人权啊 民主啊和法治 它同样在联合国具有观察员的身份 但是它跟欧盟这个组织架构 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而组成的成员也不一样 那么俄罗斯是这个欧洲委员会成员之一 俄罗斯什么时候加入的 我没有办法查到 我估计也是冷战结束之后才加入的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这个欧洲委员会 俄罗斯退出欧洲委员会说明啊 现在俄罗斯已经逐步的 更加广泛的切断了 他们跟欧盟的联系 所以俄罗斯退出这个欧洲委员会啊 说明接下来俄罗斯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将会更加对立 那么除了战场的局势之外呢 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在不断的加强 那么俄罗斯呢 也采取了很多反制裁措施 俄罗斯也发布了对美国一些重要人物的制裁 这个名单当中包括很多人 包括拜登以及他那个宝贝儿子 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美国前国务卿西亚里 反正这个制裁名单呢 既有现在美国政府的官员 也有美国前政府的官员 还有拜登的儿子 那么这次对美国所发布的这个制裁名单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 把拜登放在了这个制裁名单当中 因为过去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曾经警告美国说 你如果是敢制裁普京的话 等同欲向俄罗斯宣战 那么现在美国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对普京个人进行制裁 但是呢 俄罗斯率先宣布了对美国总统的制裁 那么接下来美国会不会反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 而如果真是制裁普京的话 普京会不会觉得这是对俄罗斯的宣战呢 这个我们有待观察 现在俄乌战事的最新的进展啊 大概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要点 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 我们可能讨论的更多是大家认为 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并且呢 这场战争如果结束之后 它对世界格局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之前讲过我个人觉得俄乌之间 不可能在这两天能够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更加不可能在这十几天 或者一个月之内俄罗斯就撤军 这场战争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场战争无论什么时候结束 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很大 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世界 世界再也回不到冷战结束 那个相对和平的这个状态 接下来我想世界就会进入一个多世之秋 我们知道在两年多前发生了 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之后 其实对各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特别是对经济发展 对民生的打击很严重 那么这个新冠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就发生了俄罗斯入行乌克兰的战争 而现在因为这场战争的胶着状态 令到很多国家都可能不同程度的卷入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到底会扩大到一个什么规模 会不会引起欧洲大战乃至世界大战 其实这都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事情 那么这场战争接下来将会怎么样发展 它会如何改变世界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我们从现在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 我们来判断一下 接下来这场战争将会如何走向呢 它的规模会不会扩大呢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说在这个战争当中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最想打仗的 还有一个是最不想打仗的 这次俄乌战争当中最想打仗的 当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以为如果挥军进入乌克兰的话 可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乌克兰政府就会垮胎 因为之前有一个榜样 就是阿富汗的前总统 在塔利班围城之下 就急急忙忙坐着直升飞机跑了 可能普京以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一个演员 表面上喊得好像很强硬 但是呢 其实战争一来 可能也会坐着飞机跑了 也确实有媒体报道说 美国其实已经为责任斯基 准备了一个撤离计划 但是谁知道 这个演员出身的总统 居然这么强硬 居然在俄罗斯大军 压境围城的情况下 坚守基辅不走 那么所以俄罗斯想几天之内 或者十几天之内 就拿下乌克兰 控制乌克兰 让乌克兰变成自己傀儡国 这个想法彻底破灭了 而因为发动这场战争 俄罗斯在各方面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 而这些制裁对俄罗斯经济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显现出来了 有些中国大陆的媒体说 你看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俄罗斯早有准备了 甚至有些媒体 还有记者在俄罗斯 或者在莫斯科现场进行采访 说俄罗斯人民生活稳定 物价也很稳定 其实你要从哪个角度看 首先西方国家的制裁 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不是集中在民生方面的 这些制裁现在最有利的措施 往往是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收入 经济发展 那么当俄罗斯的经济 受到负面影响的时候 民生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现在俄罗斯 或者是莫斯科的民众生活 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只是这些制裁措施的效力 还没有显现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的经济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表现 首先在于它的金融系统 在它的黄金 跟外汇储备被冻结 我们知道打仗最需要的 并不是士兵的勇气 也不是最需要有先进的武器 其实首先最需要的是 有丰厚的资金 能够支撑这场战争 接下来才是看你的武器 才是看你这个军队的素质 现在俄罗斯 如果经济受到这种 毁灭性打击的话 普京还有多少资源 支撑这场战争呢 所以现在普京 陷入一个两难的地步 从经济角度 这场战恐怕打不下去了 但是不打下去呢 普京个人的管制威信 又会受到十分严重的打击 所以现在普京处在两难 那么这是最想打仗 这个现在的心态 就是既打不下去了 但是又没有办法下台阶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 讲过很多次普京的心态 我们反过来看 最不想打的是谁呢 是欧洲国家以及美国 这里边包括了欧盟国家 包括了北约 北约跟欧盟国家 包括美国不想打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正在 这个经济复苏期 疫情对各国的影响 还在持续当中 好不容易 现在疫情已经开始减缓了 各种疫苗啊 治疗的药物啊 慢慢已经开始投入市场了 那么摆脱疫情之后 其实各国最重要 就是恢复经济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打仗 对欧洲国家 对美国的经济恢复 没有任何好处 这也是我们看到 欧洲国家为什么在一开始 要对俄罗斯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的国防大臣说 现在欧洲上空 充满了慕尼黑的味道 就是欧洲国家觉得 如果你要占乌东 两个武装割据的地区 你拿去就好了 克里米亚半岛 2014年你拿去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多说话 表面上有制裁措施 但是那些制裁措施 也是很皮毛的 其实欧洲国家 是真是想希望 牺牲乌克兰的局部利益 让欧洲国家得到一个 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 但是最终普京 还是让所有人都失望了 普京大军进入乌克兰之后 欧洲国家北约 改变了他们的外交政策 那么本来最不想打仗的 北约跟这个欧美国家 现在突然发现 过去我们听起来 就觉得十分可怕的 这个俄罗斯巨人 好像现在看起来 也并不是这么可怕 打一个军事实力 这么悬殊的乌克兰 你都会陷入困境 毫无进展 那么如果你要跟 整个北约同盟国作战的话 那么结局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现在欧美国家 北约对这个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为什么敢这么强硬 就是看到了 俄罗斯其实徒有其表 过去北约以为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 北约也认为 俄罗斯可以在几天十几天 反正很短的时间 就能彻底控制乌克兰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跟大家所想象 有这么大的差别 于是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就改变了 这种心态的改变 用广东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不如趁他并要他的命 因为北约国家 已经看到了俄罗斯 现在陷入了困境 如果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的支持 是再有力一点 甚至北约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 更深度的介入这场战争 俄罗斯会不会 因此陷入灭顶之灾 比如说政权的更迭 比如说俄罗斯 变得更加靠近西方世界 俄罗斯从一个北极熊 变成了一个 更加容易驯服的太迪熊呢 为什么修杰做出这个判断呢 因为这两天发生了 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闻 这个新闻表面上看起来 轻描淡写 但是我想这个新闻 一定会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局势 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这个新闻就是 北约准备召开峰会了 首先我们说 北约这次峰会的召开 是十分突然的 北约召开峰会的消息 刚出来 美国白宫马上表态 美国总统拜登 将会前往欧洲 参加北约这个峰会 北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之下 突然召开峰会呢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北约是个军事同盟 是个防卫性的组织 这个时候他召开峰会 无疑跟俄乌战士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北约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召开峰会 首先第一点 我认为 北约对俄乌战争 未来的发展的结果 大致看清楚了 那么既然看清楚这个结果 北约就要调整一下 过去既定的 对俄罗斯的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防卫政策 我们知道 北约这个军事同盟 它是一个防卫性组织 有些听众在留言当中 提到过一些问题 说谁说北约是个防卫性组织 难道你忘记了北约参与 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参与这个南斯拉夫的内战吗 这里我们要说清楚的是 北约所谓是防卫性的组织 你看北约参加过 确实很多军事行动 那么如果你尊重客观历史的话 你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没有一场战争 是北约主动挑起来的 比如说伊拉克的战争 两次海湾战争 一次是因为伊拉克 入侵了科威特 另外一次是美国指控 伊拉克拥有大沙沙兴武器 并且对这个北部的库尔德人 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所以美国才发动了 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 而北约在这个时候 有限度的介入 还有就是南斯拉夫的内战 南斯拉夫的内战发生在前 然后在这个战争当中 在这个内战当中 出现了所谓的种族屠杀 这样的事件 北约在这个情况下 才介入了南斯拉夫的内战 所以北约基本上 它的职能是个防卫性的组织 而现在北约召开的峰会 它的防卫政策 很可能有非常大的改变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北约还是采取了一个 我们支持乌克兰抵抗 但是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战争 这个态度是十分清晰的 包括之前大家还记得 波兰在这个美国的说服之下 表达了意愿 要向乌克兰捐赠战机 但是这个战机 如果是从北约的军事基地起飞的话 美国跟北约其他重要成员国 向德国法国 马上拒绝了波兰这个计划 捐赠飞机是你要求波兰做的 等到波兰愿意的时候 你又拒绝波兰的计划 为什么呢 就是北约绝不想卷入这场战争 而现在北约看清楚了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不过如此 在乌克兰已经深陷在 这个战争的泥沼当中 再这样耗下去 俄罗斯的国内经济 很可能会出现崩溃 这个时候北约就要开会 这个开会的目的 我想去化解分歧 因为在北约介入乌克兰的战事 要介入多深这问题上 北约内部是有意见分歧的 并且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 北约内部也有分歧 欧盟国家也有分歧 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 很可能会导致 俄罗斯的国际债务违约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欧盟有些国家 过去借给俄罗斯的钱 恐怕就还不回来了 俄罗斯现在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如果是这些外债到期的话 俄罗斯很可能用卢布 来还这些外债 我们知道卢布 现在对美元在不断的贬值 到时候俄罗斯拿这些外债 去还过去的美元债务的话 恐怕过去借了一块钱 今天只能还的一毛钱 那么这对欧洲很多国家 在经济上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甚至是损失的 那么既然现在北约国家看透了 俄罗斯在军事上 不可能取得胜利 那么并且很可能 这个军事上的失败 导致俄罗斯国内会出现经济的崩溃 甚至会令到俄罗斯的政局 出现一个危机的话 北约国家这个时候 就要需要在内部统一一下 自己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了 而拜登在这个时候 这么爽快的答应到欧洲 参加北约的峰会 所以美国的算盘又是如何打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北约突然要召开峰会 而北约召开峰会的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是 北约现在需要调整 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因为之前 北约对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 一直是采取绥靖政策 等到这个俄罗斯 真实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因为乌克兰的顽强抵抗 导致了北约跟欧盟改变了外交政策 现在开始全力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持底下 把俄罗斯拖进了战争泥潭 那么所以啊 从现在的局面看 我们可以预测 这场战争 不会在几天之内就会结束 并且这场战争 有可能拖垮俄罗斯县政府 和俄罗斯的经济 所以啊 在这种新的局面之下 那么北约就要调整一下 对俄的政策了 而美国总统拜登 这么爽快的答应出席 北约的峰会 美国在这件事情上 当然有自己的打算 在前几期节目里面 我们讲过 其实现在俄乌战争这个局面 对美国最有利 因为呢 这场战争令到欧洲国家 切切实实看到了俄罗斯 对他们的军事威胁 于是欧洲国家改变了很多政策 比如说 德国的国防预算就提高了 这对美国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减轻美国在北约的负担之外 德国必须向美国购买 很多先进的武器 比如说美国的导弹啊 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 这些都是德国国防需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 现在欧洲基本上已经达成了 共识 未来要减少对俄罗斯石油 和天然气的这个依赖 那么据说在一年之内 要达到一个目标 最少要减少三分之二 这些减少的天然气 跟石油的供应啊 欧洲国家能够从哪里得到呢 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其实过去欧洲国家 也进口很多美国的石油跟天然气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场战争因为在欧洲发生 所以欧洲很多资金 很多企业为了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这些企业和资金 都有可能留到美国 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复苏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美国应该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在一段时期进行下去 让欧洲继续在增强防卫 和在经济安全上 更加依赖美国多走几步 那么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这场战争 来壮大自己的实力 所以啊 这就是拜登为什么这么爽快 到这个欧洲去参加北约峰会的原因 现在美国最想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这个过去 大家眼中的巨人变体鳞伤 但是变体鳞伤巨人 手上依然还握着一把 十分具有威胁的宝剑 欧洲国家一方面 等待这个巨人彻底倒下 另外一方面呢 也在整理自己的盔甲 整理自己手中的宝剑 等待着有时机 对这个巨人做最后遗击 俄罗斯在变体鳞伤的时候呢 他身边又围了一群 等待分他遗产的养子 或者是邻居 这些养子就包括了像乌克兰啊 格鲁吉啊 过去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 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国家 如果现在俄罗斯政府倒台的话 我想这些国家或多或少 都可以在外交上 在经济上获得好处 那么除了这些等待分遗产的 养子跟邻居之外呢 欧洲大国一定想找一个机会 给俄罗斯来一个致命的遗迹 这个所谓的致命遗迹啊 就是北约在这场战争当中 要不要介入 以及介入多深 我想这是这是北约峰会啊 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 因为如果真是卷入这场战争 直接卷入的话 会不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俄罗斯手上拥有核武器 那么这对欧洲的这个安全 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呢 很多北约国家对此啊 都是有担忧 包括美国也有担忧 我们看拜登在3月11号的时候 就曾经讲过美国是不会派兵 介入这场乌克兰战争的 但是如果俄罗斯入侵了 北约的国家的话 美国一定会保卫 北约国家的每一寸领土 并且不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拜登其实当时这样讲啊 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威胁俄罗斯 警告俄罗斯说 你只能把这场战争 限制在乌克兰的境内 如果你要攻击北约其他国家的话 后果很严重 虽然拜登当时确实是想警告俄罗斯 不要扩大战事 但是毕竟俄罗斯的导弹 已经打到了离波兰边境 只有十几公里的一个乌克兰军事基地 那么如果俄罗斯人再向前一步呢 北约跟美国将如何应对呢 会不会真如拜登所说的 坚定的要保护北约每一寸领土 不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所以说啊 这次北约这个峰会啊 我想一定会对今后战事的发展 做一个预测 然后在内部进行讨论 统一对政策的看法 毕竟现在北约国家除了直接派兵参战之外 该做的都做了 那么如果接下来真是有可能北约参战 北约将如何应对呢 这个峰会啊 将会对未来局势的发展 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这个北约峰会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跟中国的国务委员 国家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罗马的会面 这个会面昨天我们有提过 但是这个会面出来之后啊 我们明显看到美国政府对中国 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 给了一个定义 而这个定义呢 其实是美国今后有可能 对中国实施制裁措施 找了一个铺垫 或者说找了一个依据 我们先来看美国媒体如何报导 这次沙利文跟杨洁篪的会面 美国和欧洲的媒体 在报导这场会面的时候啊 这些媒体形容这个会面的词有很多 但是呢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除了坦诚之外 很多媒体就用了激烈的 十分严肃的 高强度的会谈 而在美国之音的爆料当中呢 美国之音做了这样一个定论说 美国官员已经确定 北京决议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那么这个定义首先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今天在国际社会 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话 美国已经有言在先了 后果会很严重 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前提设定之后 现在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知道中国一定会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换句话来说 美国在这场会谈之后 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而美国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还会远吗 所以说啊 这场会谈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相当大 因为他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因素 加上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美国也会很大程度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而这次拜登去北约参加这个峰会 除了我们所说的要说服北约国家 要采取更加强硬的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之外 拜登要说服欧盟 说服北约国家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态度 这一点白宫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了 当中就有这个内容 那么到底这场罗马的会谈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我们已经看到北约即将举行峰会 而这个峰会的结果 很有可能令到北约改变对俄罗斯强硬政策 而在另外一个外交场合 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以及中国国家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的会面 令到美中两国接下来又可能发生新的冲突 在这场会面当中 我们上一节说了 西方媒体的报道用了什么激烈的高强度的 还有这个坦诚的这些词语来形容这场会谈 这场会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官员为什么在会谈之后告诉媒体说 他们已经确定中国决议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呢 我们来看看英国卫报引述一位美国官员 这位官员他是怎么说的 这位美国官员说 这是一次高强度的七个小时的会谈反映了当前严重的局势 以及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承诺 因为我们昨天说过了 这场会谈其实是之前双方约定的 本来在一月份就发生的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保持美中双方的一个沟通的管道 这位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 我们要注意这个报道当中 英国卫报也好 还有这个美国之音也好 都对这个官员采取了匿名的做法 这位美国官员说 这次会晤不是要谈具体的问题 或者要有一个结果 而是进行一次坦诚的直接交换意见 在这个官员的形容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美中双方的会谈 其实就是美国向中国表达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 就是中国不要在这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不要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 甚至是军事援助 这样的话一定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这位官员所说的坦率而直接的交换意见 而西方媒体报道说 这个激烈的高强度的 这说明中国对美国这个要求 给予了激烈的反馈 这个所谓的激烈反馈 通俗说就是中国并不认可美国这个警告 这位官员在被问到说 你觉得这次谈判是否成功的时候 他说那你要如何界定这个成功 但是呢 我认为美中之间保持通讯管道很重要 这个官员说 这次会谈美国的立场是关键首先要让中国重新审视一下 和重新评估一下他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重新评估他们外交立场的任何迹象 我们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中国首先拒绝谴责俄罗斯这个行为是入侵行为 并且呢 在这场战争之前 在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上 中俄两国已经签署了一个贸易大单 这个贸易大单是中国花钱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产品跟粮食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的经济一定会从中国得到一定的帮助 那么所以美国政府希望中国重新评估他们的外交立场 意思就是说要改变在经济上援助俄罗斯这样的做法 但是现在美国官员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中国不会改变他们的立场 所以这个美国官员在接受媒体访问所 他说中国已经决定要提供经济和金融的援助 而且今天也强调这一点 这说明什么呢 在这次沙利文跟杨洁篪的会谈上 中国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个态度 我们对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不会被削弱 那么在美国看来 这就是在这个金融上在经济上援助俄罗斯 这位美国官员说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看他们还会走多远 所谓的还会走多远 就是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经济跟金融的援助之后 中国会不会在军事上援助俄罗斯呢 昨天如果大家有听休节节目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我不觉得中国会在军事设备上 有什么比较大的行动来援助俄罗斯 因为两国的军事技术的水平 其实中国是处于下风的 不过呢 在英国卫报的报道当中 说俄罗斯的军方已经向中方采购了一些急需的物品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军用的粮食 所谓的军用粮食就是士兵在战场上经常会食用的一些单兵口粮 那么这一点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一些援助 美国这位官员还说 他说向俄罗斯提供援助 实际上是习近平的一个项目 他是完全的从根本上支持俄罗斯建立一个密切的伙伴关系 如果中国确定在普京和西方摊牌的时候力挺俄罗斯 那么拜登政府会转而聚焦劝说盟友 我们看这就是这次拜登到这个欧洲参加北约会议一个重要的目标 除了要在北约内部达成一个对俄罗斯更加强硬的新的外交立场之外 拜登还要告诉盟友 中国已经决定要援助俄罗斯了 所以这位官员也明确说 这次拜登到欧洲的访问 就是要他的盟友重新思考这些盟友与北京的关系 所谓这些盟友与北京的关系 我想我们最耳熟能详就是欧中全面投资协议 之前因为人权的问题 欧中全面投资协议在欧洲议会被搁置了 其实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都想在欧洲议会重启欧洲协议的审议 那么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为此还专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当然通电话的内容跟俄乌战争也有关 但是马克龙跟习近平在通话当中 都有提到过欧中全面投资协议 所以美国最后官员说 美国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与欧洲进行仔细的对话和讨论 看看中国所揭示他们的全球策略跟优先的要务 对美国对欧盟盟友的影响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仔细与中国交流 同时让欧洲人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 但如果美国和盟友很清楚中国要向什么方向走 而这个方向跟美国不一致的话 那就让中国走下去吧 我们看这位美国官员接受媒体的访问 基本上让我们解读到这样的信息 在这次罗马会谈当中 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判断 中国已经决定要援助俄罗斯 换句话来说 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化当中 中国已经决定要跟俄罗斯成为盟友 来对抗西方世界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美国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说服欧盟 说服北约跟美国保持一致的外交立场 这个外交立场不但是一致对俄罗斯 也要一致对中国 现在欧盟美国这些国家 既然对俄罗斯已经采取了这么严厉的制裁措施 那么如果正如美国所说的 中国还是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经济跟金融的援助 甚至是军事援助的话 那么美国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制裁中国 所以我们看美国官员现在对这个罗马会谈的这个描述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 美国现在要说服欧盟 说服北约跟美国保持一致的对华立场 那么接下来 如果美国真是找到所谓的证据 证明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的话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或许不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么强烈 但是跟过去的制裁相比 肯定又会有新的措施 所以俄乌这场战争 它无论什么时候结束 它对未来世界整体的格局 将会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接下来世界格局的改变 除了我们聚焦中俄之间的同盟 以及跟美国跟北约跟这个欧盟的这个外交对峙之外 其实最近还有一些新闻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态度 沙特阿拉伯最近做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决定准备用人民币和中国交易购买石油 我们知道所谓的用人民币交易 就是绕开美元这个系统 如果沙特阿拉伯这样做的话 那么中国的人民币的作用 将会有更广泛的范围 那么这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或者今后对中国的制裁 都起到了一个抵制的作用 那么再有就是 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拉曼 已经明确向中国表达了 希望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沙特这个邀请 沙特阿拉伯所做的这两个外交动作 无非表达了他们的一个态度 他们跟美国将会渐行渐远 而跟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关系 将会更加密切 那么包括另外一个中东国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其实他的外交政策的转变 也基本上跟沙特阿拉伯保持了一致 当年川普的中东和平计划路线图 令到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增 也令到很多阿拉伯国家 跟以色列建立了这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拜登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改变 令到中东这两个最大的石油输出国 现在跟美国渐行渐远 这对美国整体未来的国际安全策略 是有非常大负面影响的 所以现在一方面是俄乌战争 还在继续当中 另外一方面 中国已经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 在外交立场上 再有就是中东国家的外交立场转变 开始背叛美国 这就有可能令到未来世界 整个格局的变化 又会形成两个集团之间的对峙 如果像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这些国家 真是加入中国跟俄国的同盟的话 那么美国今后在国际安全上 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这不能不说 这是拜登上任一年以来 外交政策一个最大的失败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还有我们下一次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